Hello 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这个频道 这个新的系列的第一期 今天第一期呢就是说一下 为什么我要选择新加坡 作为我的艺术留学第一站 先说一下我本身的经历吧 我本身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学生 就是和大多数平凡的学生都一样 学习了12年的应试教育 当时每个周末 我妈妈都会带我去少年工学习 美术绘画跟电子琴 一直是学到我高二 从我上小学之前 因为在我初中的时候 我就想着要出国看看留学 去了解更大的世界 所以我少年工学老师得知 我想出国 当时他就跟我现在学校 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在合作 他就叫我去试一下考试 考他们入学试 然后我从小到大英语都不是非常好 我通过了他们的专业试 他们的英语考试我没有通过 然后那边就说可以让我到新加坡 去读两个月的语言班 去提高我的英语 然后如果 可以说新加坡南洋艺术学院 它是算是半工半私的 所以他可以拿到 这个诸学金可以学费减免一半 但是条件就是要在新加坡工作三年 所以在机缘巧合之下 我们最后就选择了新加坡作为我留学的第一站 新加坡学习的现在是第四年 2020年是第四年 因为在这个学校里面学习三年 我拿到是diploma的毕业证书 就是可以翻译成大专吧 但是在新加坡的学制里面 跟国内的学制里面不是完全对的 我参加了相当于三加一课程 因为我们学校不能直接颁发本科学历 但是它跟英国的一所大学有合作关系 所以在我们学校读一年 本科学历证书 所以我现在算是 还是在我的学校读 但是我读的是另外一所学校的课程 其实我学校的课程 我读的是 我的课程 所以我读的是